金采的五龍燈表演 吸引了在場觀眾的目光 壽山岩觀音寺日前舉辦 觀音之夜晚會與菩薩成道駐守法會 精彩的表演輪番上陣活動相當盛大 甚至還有人在廣場前 跟著晚會的音樂載歌載舞相當熱情 因為每年壽山岩觀音寺 在農曆6月18、6月19日都非常的熱鬧 我喜歡參加這種廟會這段活動 我一起來拜拜祈求平安 我覺得今天的活動辦得不錯 也很精彩 但我覺得現場的商客遊客 反應都還滿熱絡 觀音之夜晚會是桃園觀音菩薩文化節的 壓軸活動 晚上11點15分 還有隆重的沉道駐守法會 議長邱玉勝也特別到場參加 祈求菩薩忽悠桃園 讓重大建設都能順利進行 也期望疫情能早日消滅 這個廟本身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在我們地方受到我們所有鄉親大家的一個肯定 也是我們的信仰中心 今天是佛祖的沉道日 大家在這邊祈求希望桃園的市政能夠非常的順利 同時能夠保佑我們國泰民安 所有的鄉親大家都能夠平安賺錢這樣 配合2020觀音文化節 壽山岩觀音寺規劃了一連串的精彩活動 除了盛大的法會與晚會 日前也在廟城前舉辦悲菩薩祈福 以及菩薩回娘家的活動 希望藉著系列活動來傳扬閩南傳統文化 這活動也是我們跟市政府共同舉辦的 觀音菩薩文化節的系列活動之一 活動有五龍燈五龍等傳統的一個表演 我們拜託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我們傳統的閩南文化能夠永續的經營 希望我們閩南文化能夠繼續發揚觀大 所以特別拜託我們各位相信大家 一起來關心閩南文化 桃園觀音菩薩文化節系列活動迎來尾聲 晚會當天吸引了許多民衆道場共享盛舉 而且越晚人潮越多 出山岩觀音寺將會持續辦理觀音文化節 將菩薩的慈悲與傳統的閩南文化永續推廣 記者賴瑋依桃園報導